这是被格拉纳达大学研究者们所使用的某种测试 为了研究婴儿的注意力级别 它是测试视觉和跟踪视觉的装置 其目的是从小监测婴儿注意力的发展 因为后来这方面会影响到孩子的某些行为 在大脑心理与行为研究中心 在西班牙他们是先锋 他们使用大脑活动的记录 或者玩一些互动的游戏 以监测婴儿的注意力水平 这能够显示和指出婴儿的未来障碍 如多动症和自闭症的发展 下一步将是设计工具 以完善这个装置帮助检测婴儿的缺陷 这些研究员已经在100余名婴儿上进行测试 他们都是从9个月到3岁年龄的婴儿 最后来用了一个互动的设计工具 感谢观看